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祝内平安 读经一,公读创世纪,三十七章,三至四节,十二节至十三节,十七节至二十八节 以色列爱若瑟超过其他的儿子,以为是他年老生的,并给他做了一件彩色长衫 若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他,胜过其余的儿子,就记恨他,不能与他和气交谈 若瑟的哥哥们去了舍根,放他们父亲的羊 以色列对若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舍根放羊吗?来,我打发你去看看他们 于是若瑟便去追寻他的哥哥,在多唐找到了 他们老远就看见了他,在他尚未来尽以前,就已决定要谋杀他 他们彼此说,看,那做梦的人来了,我们杀掉他,将他抛在一口井里 说是猛兽吃了,看他的梦还有什么用 乐乌本听了,就设法由他们手中救他 虽说,我们不要害他 乐乌本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流血 只将他丢在这旷野的井里,不可下手害他 他的意思是想由他们手中救出他来,还给父亲 若瑟一来到他哥哥们那里 他们就脱去了他穿的那件彩色长衣 抓住他,把他丢在井里 那井是空的,里面没有水 他们坐下吃饭时,举目看见一对由基尔阿德来的伊士玛尔人 他们的骆驼满载树胶,香叶和香料,要下到埃及去 犹大随对兄弟们说 杀害我们的弟弟,隐瞒他的血究竟有什么益处 不如将他卖给伊士玛尔人,免得对他下毒手 因为他究竟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骨肉 兄弟们听从了他的意见 米德阳的商人经过那里时 他们便从井中拉出若瑟来 以二十块银钱卖给了伊士玛尔人 他们便将若瑟带到埃及去了 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创世纪中的这一段,可以说我们读创世纪的人可能印象都比较深刻 被天主改名叫以色列的人,原名叫雅各伯 雅各伯是以色列的三大圣祖 以色列民族的三大圣祖,第一位是亚巴朗 第二位是伊萨格 第三位就是雅各伯 雅各伯是伊萨格的儿子 那么雅各伯被天主改名叫以色列 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 他有两个老婆,两个小妾 四个女人,给他生了十二个儿子 在他这四个女人中 以色列最爱的女人就是拉黑尔 我们在创世纪当中能读到 原本雅各伯为了逃避他哥哥厄撒乌的追杀 他听他父亲和他母亲的话 他跑去哈兰找他的舅舅拉班 他舅舅拉班就有两个女儿 老大是勒阿 老二就是拉黑尔 勒阿因为长得双眼无神 双眼无神就是他那个眼睛 给人感觉有点像睡觉睡不醒似的 发泥 没有就是没有那个灵活劲 看着比较木 那拉黑尔却是一个健康活泼 一个放羊女 她的外表啊 包括她的性格啊 都比勒阿要活泼阳光 所以你看雅各伯 他就爱拉黑尔超过爱勒阿 那么拉班呢 为了把雅各伯留在自己家里 给自己白白打工 他用他的两个女儿骗了雅各伯 给他骗了十四年 一个女儿打前功 两个女儿就给拉班放了十四年的羊 就因为雅各伯他自己比较偏爱拉黑尔 然后呢天主却使拉黑尔呢一直不能怀孕 那乐阿呢天主却怜悯他 因为乐阿没有得到他丈夫雅各伯的宠爱 却得天主的宠爱了 天主使乐阿一口气给雅各伯生了好几个儿子 那因为乐阿能生儿子 拉黑尔呢就嫉妒他的姐姐 他嫉妒他的姐姐他就怎么办呢 他把自己贴身的婢女送给他的丈夫雅各伯 做小妾 那乐阿一看说你能送婢女我也可以送啊 那乐阿又把自己的婢女又送给雅各伯做小妾 结果就是姐妹俩又把自己两个贴身婢女 然后四个女人都跟了雅各伯 其实啊因为拉班的私欲偏情 把他两个女儿同时嫁给雅各伯 就埋下了互相嫉妒的这个根 所以在雅各伯的家里 他这两个妻子 乐阿和拉克尔之间的竞争 嫉妒 造成了他家里一直都是不和睦的 你看乐阿呢 嫉妒拉克尔的得宠 那拉克尔又嫉妒拉克尔能生 然后他们俩又互相送自己的婢女 这个基督一直在雅各伯的家里 那后来天主怜悯了拉克尔 在拉克尔晚年的时候 天主开了他的胎 他给年老的雅各伯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若瑟 所以因为拉克尔是雅各伯最闯爱的女人 那么拉克尔为若瑟生的第一胎儿子 不是拉克尔为雅各伯生的第一胎儿子 若瑟就成了雅各伯的心头肉 那雅各伯宝贝的不得了啊 他前面明明有十个儿子了 是那三个女人生的 勒阿给他生了六个 另外那两个婢女一人生了两个 给他一共生了十个 但是他唯独宠爱拉克尔给他生的若瑟 那后来拉克尔又给他生了一个最小的北亚明 当生北亚明的时候 拉克尔难产就死了 死了就埋在了白了 后来达威的故乡 因为雅各伯他这个人一生啊 他这种偏爱就搞特殊化 就像他那四个女人当中 他就偏爱拉克尔 因此造成家里边 那女人之间的互相嫉妒 埋下了祸根 然后又因为他特别在十二个儿子当中 特别宠爱若瑟 结果又造成了 那么另外的十个年长的孩子 就嫉妒年幼的若瑟 又埋下了这个嫉妒的祸根 所以今天的创世纪三十七章 记载的就是 那么若瑟的哥哥们因着嫉妒他 想办法要除掉他 那我们会发现 那简直就像是 原祖父母亚当噩瓦的儿子 嘉义和亚伯尔之间的 历史的重放啊 当年嘉义为什么杀亚伯尔呢 因为嫉妒 原本是七兄弟 那么哥哥却杀了弟弟 就是因为嫉妒 嫉妒就是罪 是很邪恶的罪 所以今天创世纪这篇读经 就是记载 若瑟所宠爱的 这个雅各伯所宠爱的若瑟 他意味得到自己父亲的宠爱 被他哥哥们嫉妒 以色列爱若瑟超过其他的儿子 以为是他年老生的 并给他做了一件彩色长衫 彩色长衫呢 非常特殊 用七种颜色的布条 平在一起的 那其他 他那其他的儿子们 都不是穿这样的衣服 所以就搞这种特殊化 可以说 雅各伯就以为 他一直搞这种特殊化 给他自己家里埋下来 祸根 所以若瑟被父亲宠爱 然后呢 他穿的用的都比哥哥好 所以 他的哥哥们呢 就记恨了 不能与他和气交代 若瑟的十个哥哥 听从父亲的命令 出去放羊 他们先去了舍根 后来呢 他们从舍根又走 走到了多唐 那有一天 雅各伯就把若瑟喊来 说你去带点吃的 到舍根去找找你的哥哥们 看看他们放羊放到哪去了 然后呢 回了报告给我 其实就是让他去打探消息去了 若瑟带着食物 先是找到舍根 到舍根一看没有 后来就问路人 路人说 你的哥哥们往多唐去了 于是他就追寻到多唐 在多唐找到了十个哥哥 当他在十个哥大老远 看见他过来的时候 还没有来到近前 他们就聚在一起 就要和谋 要谋杀他 其实他们对若瑟的嫉妒 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父亲特别宠爱他 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 还有次要的原因 次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若瑟曾经做了两次梦 这两次梦 因为若瑟年纪小啊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眼 他做了梦 他就把他的梦和自己的家人分享 因为在他心目当中 他的父亲 他的哥哥们都是最亲的人 他没有什么 他没想起他的 他怎么做的梦 他就怎么说 所以他把他两次做的梦 那么都告诉了他的哥哥们 第一次是他梦见他所捆的卖捆 被十二个被他哥哥们的这个所捆的卖捆朝拜 然后他就说了 当时他哥哥们就非常生气 说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 那就又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他第二次又做梦 他梦见太阳月亮和星辰 那么就代表他的父亲母亲和他的哥哥们 包括他的兄弟都朝拜他 然后他又把这个梦又说了 这一次他父亲杨格伯当时也在 他父亲听了这个梦之后还训斥了他 说你小孩子一天胡扯 然后呢 雅各伯就把这梦呢 存在心里了 但是因为这一次梦 他的十个哥哥就更记恨他了 就称他是做梦的人 说你这个做梦的人 你老想着做我们的王 老想让我们朝拜你 甚至连父亲和母亲都要朝拜你 你算老几呀 你不就是最小的呢 父亲宠爱你就算了 你竟然还这样骄傲自大 还想做我们的王 让我们朝拜你 所以他们就更加记住 更加仇恨 所以就是一点一点 这个仇恨就是越来越大的 那直到这个时候爆发了 就是当他十个哥哥看见他从远处过来 因为他们离父亲很远呢 他们的老父亲 那离他们所在的地方很远 这里发生什么事 他父亲根本不会知道 所以这十个人聚在一起就合计了 说看那做梦的人来了 我们杀掉他 将他抛在一口井里 说是莽兽吃了 看他的梦还有什么用 罗欧本呢 是雅各伯的长子 是老大 他年龄最大 他听了呀 他就想办法 从兄弟们手中救他 因为他一个人面对另外九个人 即使他反对也无效 他一个人也做不了什么 所以他就想办法骗他们 先哄他们 把他们哄住 说我们不要害他 你们不要流血 这讲他丢在这矿野的井里 不可下手害他 他想的是啊 先给他丢在井里 等大家伙看不见 我再偷偷的把他拉出来 还给父亲 这个老大 罗欧本的心呢 还不算太坏 他虽然也嫉妒若瑟 但是他还没有坏到说 一定要把他杀掉的地步 他还想着 从其他人手里把他救下来 还给他父亲 那若瑟一来到他哥哥们那里 他们就把他抓住了 把他的七彩长衣给他脱去了 然后把他丢在了一口 哭井里 那井里没有水 于是这十个兄弟就坐在一边吃饭 那年幼的若瑟呢 就在那口井里哀嚎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 当时17岁的若瑟 他没想到 他根本就想象不到说 我高高兴兴的按父亲的命令 拿吃的给你们送来 怎么你们竟然这样对我呢 你们可是我的亲哥哥呀 你们是我的亲人呢 我没有哪里对不起你们呢 我来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 你们为什么这样啊 把我的衣服脱去了 还把我扔在这样的枯井里 那他就在那井里边喊 哥哥们放我出来吧 痛哭哀吼 但是他的哥哥们呢 不管他 正在这个时候啊 突然有一队由基里阿德来的 一世马尔人啊 这是经商的人 往埃及去 他们的骆驼上载着各种货物 有塑胶香叶和香料 要下到埃及做买卖 哎当时呢 是兄弟当中的尤大 尤大是排行老四 他看见了 他看见了 他就转头对其他九个人说 说杀害我们的弟弟野蛮 他的血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不如将他卖给一世马尔人 免得对他下毒手 因为他究竟是我们的兄弟 是我们的骨肉 兄弟们听从了他的意见 米德阳的商人 经过那里时 他们便从井中拉出热色来 以二十块银钱 卖给了一世马尔人 他们便将弱色带到了埃及去了 其实我们会发现呢 当时尤大说的这句话 可能在我们看来说 那就是他贪财 他想把他弟弟卖了 贪那点钱 然后他说这句话 其实则不然 其实是天主恰恰 借着他们这十个 哥哥对弱色的嫉妒 借着尤大的口 提了这么一个提议 然后去承行天主的旨意 就借着他们的手 就这样把年幼的弱色 弄到埃及去了 实际上我们如果只从人的角度去看 你会发现 这简直是惨无人道的事 这亲哥哥怎么能这样对待亲弟弟呢 我们作为人性 我们都理解不了 但是你从信仰的角度 从天主那个角度 你才会发现 这一切都在天主的手里 人在犯罪作恶的时候 他所做的恶事 天主可以把它改变成好事 天主从古到今都在这么做 他把魔鬼和人所做的恶事 转变成好事 去赐给那些 这些信赖他的人 那你看犹大当时就随口这么一说 其他那些人一听说 是这么回事 你看咱们如果要把他杀了的话 良心太不平安 面对老父亲的时候 那么也过不去 那还不如把他卖了 把我们这个眼中钉铲除了 从此再看不见他了 然后我们还能得点钱 我还没有亲手杀的 你看这多好 一举多得 所以他们都都同意了 就这样 把若瑟呢 就卖给了伊什马尔的商人 由伊什马尔人 这些 这些人既是商人又是人贩子 就把17岁的若瑟 就带到埃及去了 他们转身到了埃及 就把若瑟卖给了埃及法郎的侍卫长 一辈子一辈子互相竞争 一辈子互相嫉妒 他这两个妻子之间的这个嫉妒 就一直没停过 你说这 这是不是也怪雅各伯所造成的 雅各伯所造成的这个结果 那后来在他这11个儿子 比如说那10个年长的和若瑟之间 又因为雅各伯私欲偏情 他偏爱若瑟 结果导致那10个 做哥哥的嫉妒这个小弟弟 就埋下了祸根 埋下了家庭 这个互相残害的祸根 嫉妒的祸根 而且在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还发现 有天主在参与 天主参与什么呢 天主让若瑟做了两个神奇的梦 而若瑟呢 年幼无知 特别单纯 他就单纯的像一张白纸一样 他心中把他的父亲和他哥哥 当作最亲近的人 他从来没有防备之心 他没有说 哎呀我把这事说出来 他们会不会怀恨我 会不会嫉妒我 他没有 他有什么就说什么 你看天主给了他这两个神奇的梦 他就说了 因为他把这两个梦说了 结果导致他的哥哥就更嫉妒他了 也正是这两个梦 使他的十个哥哥下定决心 要除掉他 在这里就说天主 在这件事上推了一把 利用了人性的私欲 利用了雅各伯那年长的十个儿子的私欲 因为天主知道他们嫉妒若瑟 那你看天主就特意让若瑟又做了两个梦 若瑟一说 他们的嫉妒就更强烈了 更猛烈了 然后原本他们是想杀掉他 那因为六五本是老大 说话还是有点权威的 毕竟老大嘛 那大哥说话了 其他的咱们都得要听 所以六五本先出来拦了一把 他要不拦的话 可能他们真的就把若瑟当时就杀了 那六五本出来拦了一下 说我们不能杀他 我们不能流自己兄弟的血 然后呢 他们没杀 没杀把他扔到井里了 这个时候呢 天主让一时马尔商人从他们眼前过 结果呢 犹大当时一看 我们不如把他卖了 卖了还能挣点钱 我们还没有杀他 还没有流血 多好啊 我们这个心病还除了 然后因着犹大这一个提议 其他人都同意了 就这样把若瑟卖了 就这样 天主的计划就实现了 就这样把若瑟从雅各伯身边 夺走了 给他送到了埃及去 送到埃及去 去承行天主的旨意 所以说 我们从今天的读经 我们会发现 首先人的私欲偏情 它的危害有多大 其次就是 天主的作为 是多么的神奇 天主竟然可以在人 所犯的罪恶 所做的错事上 去进行利用 把它变成好事 但是这样的事 只发生在什么人身上 发生在坚定信赖 天主的人身上 他才能得到好事 因为若瑟 是一心信赖天主的人 所以虽然表面上 他经历了很悲惨的事 被自己的亲哥哥们 给出卖了 但实际上 天主一直与他存在 他最终 不但什么也没有失去 而且他得到的最多 他虽然受了 13年的苦 他从17岁 被卖到埃及 在普提法尔家里 做了很多年的管家 后来被女主人陷害 无故的被投到监狱里 又待了很多年 一共加一起 13年 因为他30岁的时候 他的苦日子结束了 他一步当天 成为埃及法郎的宰相 掌管整个埃及全国 因为他一直在苦难中 坚定的信赖天主 遵行天主的命令 他宁可死 他也不犯罪 所以你看天主 就把人夹在他身上的坏事 变成了好事 最终成就了若瑟 若瑟实际上 他得到的恩宠最多 他比其他任何人 得到的都多 那我们今天 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嫉妒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说 有嫉妒这个罪 他是七最终之一 七最终可能有一些人还不知道 其实我们从小学的药理问答上就有 七最终 骄傲 千里 迷色 愤怒 忌妒 贪淘 懒惰 七个 那其实啊 嫉妒和骄傲 是连根生在一起的 先有骄傲才会有嫉妒 肯定是这样的 如果是一个原本就谦卑的人 他是不会嫉妒的 嫉妒都是发生在骄傲的人身上 所以说 骄傲和这个地度是同根相生的 骄傲就像树 嫉妒就像 这个骄傲这棵树上结出的果 因为人先骄傲了 他过于高抬自己 错误的认识自己 把自己高举在别人之上 然后当他突然发现 哎 怎么我身边的人原本不如我的人 竟然比我好 竟然比我强 竟然比我得宠爱 啊 竟然比我领受的恩宠多 竟然比我有钱 啊 竟然比我长得美 那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认为 自己 被侮辱了 他就开始嫉妒了 所以说 嫉妒的根源是在人的骄傲上 人若不骄傲 人是不会嫉妒的 所以骄傲的人 正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活在虚幻之中 他错误的认识自己 把自己想的太好 太完美 把自己抬得太高 把别人贬得太低 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 身边的人 原本不如他的人 突然在某一方面比他强了 比他好了 他就受不了了 那眼睛就红了 就像红眼吐了似的 因着嫉妒 眼睛就红了 就得红眼病了 所以嫉妒是这么来的 而嫉妒呢 详细的解释 我今天我查了一下 我说嫉妒 他这个 这个名词 具体是怎么解释的 结果找出来的是心理学上的概念 心理学上的概念指嫉妒是什么 嫉妒是指人们为竞争一定的权益 对相应的幸运者或潜在的幸运者 怀有的一种冷漠 贬低 排斥 或者是敌视的心理状态 故一旦放任 即可能产生嫉妒心 它让人感受到难过的滋味 严重时 人会产生恨的情感 切记 一旦嫉妒心产生 一定要将其克服才行 要不克服它的话 它会像一个炸弹一样的 早晚会爆炸 既伤害别人 又伤害自己 所以这个嫉妒像什么呢 像一把双刃剑 它在伤害别人的同时 首先伤害你自己 因为嫉妒就是个罪 当人心中产生嫉妒的时候 首先害的是自己 然后因着这个嫉妒 又会去害别人 对谁都没有好处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心理学概念 解释这个嫉妒 其实我们今天就会明白 为什么弱色的哥哥们 最终会选择 把他亲弟弟给卖掉 就像当年佳音 为什么会杀掉亚伯 其实是一样的 虽然你看 虽然他们隔了几千年的时间 佳音杀亚伯 到若瑟的哥哥们 把若瑟出卖 隔了几千年的时间 但是这个事 它内在的本质是一样的 这个罪的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因嫉妒生恨 然后恨 就产生报复 就这样形成的 所以我们通过今天的创世纪读经 去反省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家庭中 如果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 特别是对待自己家中的儿女 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 那肯定不是一个孩子的家庭 一个孩子的家庭 想嫉妒也嫉妒不起来 而是指的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 当父母对其中的孩子 这个不平等 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 比如说 你就特别宠爱老大 或者就特别宠爱老二 那得宠爱的那个倒是 因为他小啊 他不懂事 他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那些 比如说 同样的孩子 老大老二 那老二被父母宠爱 老大就可能被冷落了 那老大心理 就会嫉妒老二 凭什么你把我的宠爱 都给夺走了呀 凭什么父母都 特别对你好 对我就不行啊 那么这个心就会产生 就会产生嫉妒的心理 所以你看我们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 在对待自己家里的孩子的时候 特别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的时候 你一定要一碗水端平 你要不一碗水端平 你就是再给你的家里埋下祸根 你想想 如果你的孩子互相之间是嫉妒的 是仇恨的 这个家还有好吗 不就是自己给埋下祸根了吗 可以做父母的 要一碗水端平 不单单是做父母的 包括做老师的 其实这个更常见啊 做老师的 无论是小学老师 初中老师 高中老师 还是大学老师 老师特别宠爱 哪些学生 这些被宠爱的学生 就会被那些老师不喜欢的 更多数的学生 嫉妒 那那些嫉妒的孩子 他那种嫉妒心产生之后 他就会去打击 报复那些老师宠爱的 为什么学校有那么多 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 学校有那么多霸凌事件发生 就是很多孩子会欺负 欺负他的同学 那明明都是一个班级的 都是同学 为什么会有的欺负别人 嫉妒心作怪 那学习不好的 就喜欢欺负学习好的 为什么 因为学习好的被老师宠爱 学习不好的总被老师骂 那学习不好的 心里边就想了 都怪你 你把我风头抢走了 你为什么学习那么好 你要是像我一样学习不好 老师不就不骂我了吗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骂 是因为他的风头 被学习好的抢走了 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 这是人性错误的想法 骄傲造成的 所以你看在学校当中 从小学到大学 都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被老师宠爱的学生 会招来别人的嫉妒和报复 那我们再说 在教会里就没有了吗 我告诉大家 在教会里也有 在天主的教会里 同样在发生这样的事 同样发生嫉妒的罪 而且不单单是在教友中间 在神职人员中间 也经常发生 不是我在这瞎说 这都是事实 我在修院也待过 可能在教友们心目当中 会觉得男修院女学院 那是培养未来神父 未来修女的地方 那肯定是一个个都像天使一样 最神圣的地方了 其实我告诉你 不是想象的那样 你进去之后 你亲身感受 你同样会发现 那里也像一个小型的社会 它也有各种等级制度 它也有各种人性的私欲在里边 它也会产生狂妄自大的人 也有善于嫉妒的人 还有互相排挤的 还有那掌上看你不顺眼 他就排挤你 给你一笑携穿 这事多会发生 可能我这样说 会使很多人 有这个心里灰心的感觉 说怎么在学院里 都发生这样的事吗 其实大家都是人 当我们没有成为圣人以前 我们都是罪人 都会有各种人性的软弱 就包括除了学院的 已经多少年的神父 甚至主教们 他们都可能产生互相嫉妒 神父嫉妒主教 主教呢 也有可能嫉妒神父 比如说 在一个教区 主教的 主教的 这个 他这个名声的 响亮度 还不如一个神父 更受教友们爱戴 那他可能就产生基督 那同一个教区的许多神父 哪一个特别的出名 特别被人喜欢 那就可能招来 其他神父的嫉妒 都可能 包括在修女中 也是如此 所以说 嫉妒的根源在哪 就是人心的骄傲 人若不骄傲 他不会嫉妒别人 如果人是一个谦卑的人 就说我就是一个 无能的罪人 我的一切都是天主给我的 我对天主给我的一切 我都满意 我都感恩 那么我就 每天烦心我自己 找我自己的毛病 改我自己的过错 做我自己的事 别人是好是坏 与我无关 如果是怀着这样谦卑的心态 你说他能嫉妒别人吗 如果一个人是 有一颗谦卑之心 也以谦卑的态度 去做人做事 他会嫉妒别人吗 他就不会嫉妒别人了 正因为是觉得自己行 觉得自己好 觉得自己完美 太骄傲了 他才会嫉妒别人 嫉妒别人比他强 所以嫉妒也成为红眼病 当嫉妒产生的时候 当嫉妒 这种嫉妒的感觉 一旦在人身上产生的时候 最好就是在他刚产生萌芽的时候 在心里就把他产除了 不要任凭他自生 最好的方法 因为嫉妒就像一把火一样的 你不要等到说你这个嫉妒的火苗 都已经都已经变成火灾了 心里边都装满了嫉妒的火焰的时候 你再想灭他 那就难了 也就是当我们心中 一旦产生这种 对别人不舒服的 嫉妒的感觉的时候 就是他这个火苗刚起来 你就赶紧把它灭了 用谦卑来克制它 用天主 用基督的爱 来克制它 把它铲除 才能把它压制住 让它消失 那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 它就会越来越强大 最后变成火灾 扑不灭了 那当人的嫉妒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人就要采取行动了 什么行动呢 背后 说别人坏话 造谣 诽谤 做假见证 甚至直接动用武力 骂人打架 背后使坏 甚至达到什么 杀人害命的程度 这个报复的手段 就都出来了 就像当年呢 加音嫉妒亚伯尔 天主悦纳了亚伯尔的祭宪 没有悦纳加音的祭宪的时候 加音是怎么表现的 垂头丧气 大发愤怒 他心里怒火天兄 其实他那个怒火 是怎么点起来的 就是嫉妒点起来的火 这个火已经窜起来了 天主说什么 天主说 你为什么发怒 你为什么垂头丧气 你若做得好 岂不也可 抬起头来 挺起胸来 看 此时罪恶就伏在你的门前 但你应把他制服 天主那话 当时说的特别清楚 天主对加音说 现在罪就伏在你门前了 也就是天主给他指出来了 嫉妒在你心里 已经开始燃烧了 你要把他消灭 但是结果呢 加音没有按天主说的做 他没有战胜 他没有制服罪恶 凡尔被罪恶所制服了 嫉妒把他给征服了 他再把嫉妒的火没灭下去 凡尔会越烧越旺 最后他就付主行动了 那就是把亚伯尔骗出去 就把他杀了 那你看今天独行当中 若瑟的哥哥们也是这么干的 他这个嫉妒的火是一点一点加大的 起初是因为他们的父亲特别宠爱若瑟 这个是那个嫉妒的火种 然后因为若瑟两次做梦 一次梦给他加点火 一次梦给他加点火 这个火就达到一定程度了 若瑟这十个哥哥 没有去压制自己心里这个技术 反而任凭他发展 最后成为火灾了 那他们就开始拿出行动来了 对不对 他们的行动就是打算除掉他 杀掉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后来呢 天主没有让他们杀掉若瑟 通过两个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第一个乐物本 第二个就是犹大 经过这两个人两次阻拦 然后呢 从杀变成了麦 有天主在背后去调整这件事 就没有让他们把罪犯到底 没有让他们把若瑟杀掉 而是最后变成了麦 就这样把若瑟卖到埃及去了 那我们知道是因为圣族雅各伯 亚伯郎 伊萨格雅各伯 包括古圣若瑟 都是一心敬畏天主的人 所以最终这件事发生在若瑟身上的时候 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事 但是在天主那儿 天主却把人所做的恶事 变成了好事 但是我们今天能保证 在我们的家里会变成这样吗 当我们的家庭中产生嫉妒的时候 我们就能保证说 天主也会把这个嫉妒变成好事吗 或者当这个嫉妒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团体当中 比如说我们各个团口 都有这个 有什么门徒班团体呀 有这个爱惜小组啊 福川小组啊 圣经班啊 都有各种团体 对吧 或者有一些地方没有谈口的 是家庭式的聚会点 那也算一个小团体 在这个团体当中 同样会有嫉妒的产生 那有才能的人 有天主大恩宠的人 天主给的恩宠大 才能大的人 他就会被其他的人嫉妒 那我们读今天的读经 就是对所有稀有嫉妒的人 说的 你要制服他 而不是放纵他 我们一定要知道 嫉妒的危害性 嫉妒 是一把双刃利剑 先伤自己 后伤别人 对谁都没有好处 因为嫉妒一旦产生 首先伤害我们自己 我们犯罪了 我们的灵魂被玷污了 心里不平安了 一个心中怀着 嫉妒的人 他会活得快乐吗 他会活得平安吗 他会活得幸福吗 都不可能 哪怕他外在的条件 再好 他也不会活得快乐 他也没有平安 就像我们看那个 古代宫廷的戏 皇帝的后宫 那一群女人之间的嫉妒 那嫉妒的你死我活 什么招都能想出来 那就差把三十六计都用上了 对不对 什么狸猫换太子 什么这个低血认亲 那家伙的 都长出千古奇闻来了 各种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就人的嫉妒心就那么可怕 就可以让人变成鬼 魔鬼最善于嫉妒 就像魔鬼为什么 拼了老命 付出一切代价 他都要想要把人拖到地狱里去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对人的嫉妒 原本呢 路基夫尔和天堂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 他们一起犯了罪 堕落了 成为了魔鬼 那后来他们又知道了 天主在世界上造了人 天主爱人 天主要准备从人当中 拣选一些 最终进入天堂 取代魔鬼们 所空缺的那三分之一的位置 那魔鬼一听 这个胡子都气炸了 那还得了 我们曾经空出来的位置 你们渺小卑微的人 既然取代我们 那不行 既然天主这么爱你们 那我们就要想见办法 把你们拖到地狱里去 让你们犯罪作恶 让你们到地狱里永远跟我们陪伴 让天堂里让天主 一个人也救不了 所以魔鬼拼了老命的 就是诱惑人犯罪 要把人拖到地狱里去 伤天主的心 并挑战天主 魔鬼挑战天主 就是我要让你救的人 一个也见不了天堂 但天主说好 咱们试试 我就要让我的天堂坐满 让人取代你们的位置 所以天主和魔鬼之间 是有这样一个挑战的 魔鬼挑战天主 天主应战了 所以我们人就成了 天主和魔鬼之间 这场战争的中间 被争取的对象 天主想尽一切办法救我们 魔鬼想尽一切办法 拖我们下地狱 就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魔鬼最嫉妒人 这就不奇怪 为什么从骨道尽 魔鬼咬着牙 瞪着眼 拼了老命的 引人犯罪 不抓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想尽各种方法 要把人拖到地狱里去 就是因为他们心中 充满了对人的嫉妒 那我们今天人 特别是我们今天 我们信仰天主的人 如果我们也心中怀着嫉妒 嫉妒别人 嫉妒自己的亲人 嫉妒自己团体中的成员 嫉妒教会中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就变成魔鬼的同党了 趁着这个罪 在我们心中刚刚萌芽的时候 就赶紧把它消灭 赶紧悔改 赶紧用谦卑来克生自己的骄傲 当人不骄傲了 人就不会嫉妒了 所以嫉妒的根在骄傲上 就像在我们身边 经常会有很多人 他们表现得很自卑 其实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觉得说 说自卑那不是和骄傲相反吗 其实我告诉你 实际上从系列学上来说 自卑是一种隐形的骄傲 为什么说它是隐形的骄傲呢 它表面上好像它很谦卑 它觉得它什么都不如别人 但实际上是因为 它心里一直在拿 自己跟别人比 跟这个比 跟那个比 跟这个比 当它和别人比了之后 它发现有些地方 不如别人的时候 它就开始怨恨自己了 我为什么这么无能 我为什么这么不好 我为什么比不过别人 说白了还是骄傲在做怪 所以不要认为说 那些自卑的人就不骄傲了 我告诉大家 自卑的人其实是隐形的骄傲 只不过说 它这个骄傲产生的时候 它和别人比了之后 它自己受伤了 因为它发现它比不过别人 然后那个 那种反弹力就弹到自己身上 就造成了它的自卑 它这个骄傲的伤 弹回来了 它这个骄傲是发给别人 挑战别人 失败了 弹回来了 就伤到自己身上了 然后它变得自卑了 如果它不和别人比呢 如果它没有骄傲 它不去和别人比 它就不会自卑了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 以前我也不明白 以前我也不明白 我说那自卑的人应该 不是骄傲吧 但是我突然有一次 我看见 有一篇文章上写的 心理学上写的 自卑原来是另外一种 骄傲 隐形的骄傲 不明显 它不像说骄傲自大的人 表现很张扬的人 我就是老大 我就是天 我就是比别人好 不是这种 它那种骄傲是隐形的 它会自己去跟别人比 比完了之后 它要是发现比别人强 它心里还平衡一点 它发现自己不如别人 然后就会产生内伤 就把自己 这个就像 向别人身上扔石头 结果没把别人砸疼 石头抬回来 把自己砸疼了 就像这样的 会造成人的自卑 其实自卑是一种 隐形的骄傲 那自卑的人 其实更善于嫉妒 我告诉你 自卑的人 他也是有嫉妒的 那因此啊 我们今天要知道 在天主那里 嫉妒是罪 而且还是很严重的罪 嫉妒若不加以制服 不加以铲除 任凭发展 它会酿成大祸 它最后会酿成流血 害命 既伤人又伤 既伤人又伤己 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 而且怀着嫉妒心的人 在世上 他活得就不平安 就不喜乐 就没有幸福 他整天活得 像在地狱里煎熬一样 你像那些 吸怀嫉妒的人 整天眼就都红了 盯着别人 就想着怎么报复 你说他条件再好 他能活得平安 他能活得幸福吗 他有快乐吗 吸怀嫉妒的人 是没有快乐的 可能他认为说 我报复了 我嫉妒的对象 我打击了他 我说了他坏话 我造了他的影 我败坏了他的名誉 我甚至我亲手打了他 我害了他 我就高兴了 基督的人怀的心理 是这样的 就是害人 我害了你 我就高兴了 但实际上 他害了别人 他真的会高兴吗 不会的 因为那个罪 可能你当时在报复的时候 可能心里会有一点快感 但过了之后 天主那种易怒 降在你身上 良心那种谴责 会让你活得更生不如死 所以嫉妒没有任何好处 对自己 对别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他还会把人带进地狱 那真的是上了魔鬼的当了 所以我们今天 所有天主的儿女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不应该有骄傲和嫉妒 七罪宗 七罪宗 就是所有犯罪的根源 凡是和七罪宗有关的 我们都要从内心当中 把它铲除 就像铲除庄稼里的杂草一样 连根拔出一个不留 我们这块心灵的田地 才能结出圣岩的果实 才能使天主的圣岩 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实 如果我们不把心里 七罪宗 这杂草荆棘把它拔了 那么我们心里 根本就长不出来 天主圣岩的果实 我们根本就承信不了 天主的旨意 你就整天活在罪恶里 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 特别做掌上 做管理的 对待属下和教友们 也要一碗水端平 要公平 要公正 不能有私欲偏情 那在团体当中的管理者 对待所有下属 也是要公平 要公正 不能有私欲偏情 你不能厚此薄彼 你不能宠爱一部分 去疏远一部分 不能这样干 这样干 就是自己在破坏自己的团体 在家庭里更是如此 如果家庭里产生了嫉妒 那就是买了一个炸弹 当这个炸弹爆炸的时候 这个家 肯定是鸡飞狗跳 甚至是家破人亡 七里子散都可能的 所以基督的危害多么的大 我们人人都要小心 我们要在他心里 要他在心里刚萌芽的时候 就把他消灭 当我们看见比自己强的人 比自己好的人 我们心里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要警醒了 你要知道 嫉妒已经有了 已经产生了 赶紧把他消灭 连根拔出 不要等他长起来 所以 唯有谦卑能克胜 克胜骄傲和嫉妒 谦卑是所有圣德的根源 我们应该人人都修炼谦卑之德 这是今天的读经